在人選沒有確定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說我還不用發動攻勢 太早了 還沒有確定 孫大白不是他的 不猜港 那民眾黨也要推人選 對 這位國民黨真的來了個發大財的 這位國民黨真的來了個發大財 八個字送國民黨 國民黨這是 如果說這個符選是聽名吳怡丁 那就八個字 這個出師未竭 胎死腹中 固然他當人頭 人頭是無罪 沒錯 但是法律只是最低的標準 道德才是最高的法律 你為什麼就會胎死腹中 你怎麼說讓胎死腹中 因為這樣子就已經 他完全沒有正當性了 就是在這一件事情裡面 我覺得他會受到社會的質疑 我們社會最討厭說這種 當投資炒作股票的人頭 你看現在連柯文哲都出來吃 國民黨的豆腐 柯文哲是說白藍合作 也不是藍白合作 就是說他一歲 他一歲的嬰兒黨 科黨這個小黨 要併掉百歲的這個大黨 所以他這個心思這麼大 但是白藍合作就像這個名稱 白藍嘛 就是白母 就是很瞎 如果國民黨又講講 就在社會議員 議員你剛才說髒話 對 那不是 不是吧 我們是和蝦觀賞的節目 他有新聞已經有做出來 那我想太多了 是白藍合作 只是你發言不標準 所以講得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白藍台語就是白木 就是蝦 如果一個百年大黨 國民黨 還要被這樣子的 一歲的科黨勾起 那是跟魔鬼交易 等於是請貴聽有段 結論就是怎樣 高雄補選這一次 藍營一定會推出人選 你放心 所以說這個感謝議員 給我們的提醒跟警示 但是高雄市長補選 我們一定會推人選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一樣 如果說現在吳怡丁 都還不是人選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要 這樣子攻擊的話 那他有可能真的是黑馬 那我也奉勸 不要當豬隊友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說 陳其邁現在聲勢聲望蠻高的 如果說你繼續攻擊 我們可能潛在人選 可能陳其邁最希望是說 就是不要有任何衝突 就是順順的跪你知道嗎 如果說 大家那麼用力的攻擊藍營 可能的人選 可能反而會拉抬到藍營的身子 這樣不一定 可能這一次的補選 乾脆不要提名 好好的沉澱反省 繳白卷 一白遮三醜 第一個遮到你們 臨時抱狗角 你不是提到白 第二點 就遮掉國民黨的第一社會支持度 韓國瑜好歹還十幾% 國民黨現在只有9% 第三點就是遮掉國民黨的 師出無名 因為你如果是要拿韓國瑜的大旗 韓國瑜是被高票罷免掉 那你如果國民黨說不 我要另起爐灶 韓國瑜剛剛被罷免掉而已 那他屍骨未寒 你就要另起爐灶 所以國民黨進退師具 師出無名 好我們來看 藍白河 不是說到是白藍河 到底什麼河我們沒關係 反正就是白色跟藍色要合 是真的有贏嗎 昨天看到羅志強說什麼 要提藍白圖 原來你們在那邊那個 曖昧那個 我們是希望說公推一個五黨籍 那希望國民黨放下就是這種 你要記得14年 14年的時候 柯文哲也是用五黨籍 那民進黨來支持他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是綠擺脫 現在你們變藍擺脫 那時候你們那時候就是可以 你們的多好種顏色 然後2020如果我們來公推一個五黨籍 我們還是要希望能夠推在地的高雄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希望跟國民黨合作 在高雄重演2014的柯文哲 當選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對 但是大家都希望放下成年 就是共推一個五黨籍 好 來 國民黨過去也曾經跟別人合作過 但是下場都滿慘的 沒有 我覺得民眾黨 我們還是先給他一點小小的鏡頭 這個蔡壁如根本就是個250 蔡壁如連誰的節目 對 她連誰的節目能上 誰的節目不能上都不知道 幫幫忙 叩叩姐對民眾黨多麼負面 你跑去送投給她 她上叩叩姐的節目 什麼時候出過正面新聞 站個... 這個時間不能罵 不能罵髒話 她站出來都是負面新聞 這叫什麼迎戰 你做收視率給她 那你到底是要跟叩叩姐合 還是要不合 先搞清楚 再來國民黨每一次 從以前到現在 每次只要什麼合 什麼就敗 不但是敗 而且敗完之後翻臉 所在多有 以前我們上次連戰 那個時候跟宋楚瑜合 合了最後有沒有敗 敗了 然後宋楚瑜是不是就跟四年一次的詛咒一樣 連每四年都跑出來 跑到國民黨手軟腳軟 後來每一次的選舉 國民黨只要想說國清河 或者是當年的國清河 沒有一次不是翻臉收場 那是國民黨夭壽 不給人家錢啊 說好 選舉補助款要給人家 不給人家錢啊 你們國民黨 敢吞下去啊 沒有啦 沒有 主持人這講太遠了 我覺得是這樣 不是有沒有這件事 不然怎麼補到變成這樣 你說跟連戰宋楚瑜那時候 是啊 選舉補助款 不過當初說好國民黨拿二 清平黨拿一嗎 他們還不是要求二一天做五喔 你拿三分之二我拿三分之二 我不是要講說我年輕 但是說實在 那個時候我還在念書 誰知道這件事 我真的看不見了 我們太老了 所以我一直說 你們過去如果跟清平黨合作 這麼沒有誠信 那柯文哲找他不是 柯文哲找他就是口頭上 占個便宜而已 就跟路上看到一個梅亞說 梅亞好正 要讓人打嗎 但這個當然不是真的要去打梅亞 就是嘴上占占便宜 但以蔡壁如的能量 講這種嘴上占便宜的東西 真的沒有可能 而且國民黨為什麼要跟你合 你在高雄也是一個局外人 如果還要合 推一個五黨籍 國民黨在那邊的所有議員 都假的嗎 很奇怪 你當國民黨自己是塑膠做的嗎 你出來選 還覺得有可能以 這不是跟之前那個孫先生一樣 有沒有 孫先生就是著名的大賢良師張角 做過幾百次民調 每一次都韓國瑜上 有沒有準 沒有準 然後現在還說 那我推薦高雄歷史哥 一定搞不好這個 陳其邁不會躺著選 廢話 陳其邁選舉拿他躺著選嗎 你以為他住在病院嗎 當然不是嘛 現在國民黨真的要提 就是要提能蹲點蹲十年的人 不然根本所有其他東西都是假講 柯文哲真的只是打打嘴炮嗎 不一定 我們來聽徐曉欣怎麼說 柯平會不會就私下找一些你們的議員 不管吃飯或是聊天 聊一聊就是有沒有興趣 類似這些 就我知道應該是有一些 但是他們聊什麼內容我是不知道 然後我們從其他地方了解 民眾黨朋友有講說 他們的目標其中之一 也是希望去拉一些國民黨的優秀人才去 好 我知道柯文哲是 絕對不會邀請你吃飯的 這我知道 所以參會裡一定沒有你 但是你也應該知道什麼紅色吧 他有沒有在挖國民黨的牆角 柯文哲這個五年半以來 他的市長任內 他無時無刻不是在做這個事 尤其他對各黨的議員 他本來就是分梯式 那分批他都要希望藉由餐會用餐 跟大家交好 跟大家交好跟挖牆角那是兩回事 對 但是他的交好比較特殊 怎樣特殊 譬如說他都會用說 除了吃飯以外 他都會交代他的屬下說 是不是這幾個議員 他們有什麼案件要處理的服務的 我們就特別勤快一點 他常常用這種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柯文哲 表面上白色其實不染 他是一個很昏的傢伙 就是會用盡各種手段去收容 去拉他自己的 現在已經先挖到了謝麗公了 對 柯文哲而言這就是 因為柯文哲沒有中心思想 沒有核心價值 所以像謝麗公對柯文哲而言 撿到藍裡就是菜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 好歹你是個百年大黨 你有自己基本上 你有自己的看法跟價值才對 你怎麼可以去跟柯文哲合 就我再講一次 如果跟柯文哲魔鬼交易 結論就是被鬼抓去 好 撿到藍裡就學菜 對 柯文哲的盤算 柯文哲就是我上次在 上禮拜五在這裡講 他就跟吸血鬼一樣 沒有 你看清明黨被他吸的都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當然知道 他要往藍的發展 事實上上次他選市長 就已經跟本土藍在合作 跟本土藍嗎 真的 有幾個本土的議員就是支持他 國民黨 國民黨 哪些本土議員跟他合作 可是我們不方便說 說一下沒關係 就有一些人大家都知道 現在國民黨都不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你的心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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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柯文哲 事實上也要看國民黨誰當主席 明年五月 如果國民黨主席是像 韓國瑜或這一種 比較非主流的 那國民黨可能會有一些人出走 那出走到時候 總要有個地方出來 要拿個旗號出來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朱立倫 或者是江啟臣這一種 那國民黨出逃的人會比較少 那你的歡樂嗎 你們會待機嗎 這他們的事情 因為柯文哲跟我們無關的 因為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有那個 阿堅這種堅強防守 我們不怕 你們不怕 2024不怕 所以其實民進黨已經吃過虧 因為2014的時候 那個柯文哲跟民進黨 如交世期 每一個議員跟在他身邊 而且那個時候還 民進黨開心的說 我們27席的議員全來打 都是因為柯文哲 結果現在用完即丟 那也沒關係 我也不否認過去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也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跟民進黨合作 才打敗我們國民黨的連勝文 不過這一次我們還是回歸到 就兩個部分 是民進黨用完即丟 還是柯文哲用完即丟 這兩個人就是 互謀其力用完即丟 也八個字 有沒有 這剛好借世界一人 互謀其力用完即丟 好 但另外一部分 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其實柯文哲他有他自己的盤算 我們不一定要隨之起舞 所以你們會跟他合嗎 會跟他合作嗎 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說 高雄不管怎麼樣 韓國瑜至少是我們黨籍的 市長後選 市長已經卸任 已經被罷免 但是我們在議會還是多數 那我們當然會推出 我們自己的人選 而且再來 我們不是只看這兩個月後的 這個補選 重點是2022還有之後 高雄是整體 我們要生根 要扎根 要經營 所以我們不可能在這一戰缺席 另外我們自己所有的名單 也都已經站出來講 是說我們要求黨這樣趕快提出人選 提出人選之後 我們請全黨之力 大家一起共同來複選 所以如果任何人想要跟我們合作 或者說想要支持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歡迎 但是我們在這一局 沒有缺席跟沒有避戰的權力 好 據說蔡壁如 以及民眾黨的五人小組 已經瘋成樸樸去南下故莊了 所以他們確實有可能 也提他們自己的人選 將來的高雄市長補選 應該是三腳都 那是三腳都你們就開心了 沒有 其實不管整腳 其實陳其邁他的當選 其實是合乎情理 而且將會是意料之中 因為他經營高雄的基層那麼久 他在政壇的表現 從他五任立委 到他過去代理過高雄市長 那表現都非常卓越 那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你看這次防疫抗疫 他也是貢獻這麼大的心力 成果也是那麼好 那我覺得孟凱我是好意提醒你們 就是說國民黨跟柯文哲比起來 國民黨是笨 柯文哲是壞 國民黨即便以前壞小壞 你跟柯文哲還比不上 等一下等一下 王思堅你以前不是說 國民黨是小壞 你已經說國民黨是很壞很壞 我這種話從世間凶的口中講起來 特別的不真實 跟柯文哲比起來是嗎 對… 跟柯文哲比起來 你們本來過去是大壞 一比起來變小壞 對 跟柯文哲比起來 國民黨算小壞 而且國民黨在台北市的這一塊 其實事實上他們嘴巴說 我們國民黨我們藍色 我們在監督柯文哲 但是其實他們國民黨 在台北市的這一塊 這些公職幾乎是大家心裡 都供了一尊神就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用他的行政資源 這樣子講你的同事 就真的是太超過了 不是 我是說真的 那你說我們民進黨 過去都靠柯文哲 才當選那麼多議員 錯啦 好幾位議員 比方說包括我 選舉過程從來跟他不搭嘎 從他第一次選 也沒有去站在他旁邊 不是這樣 好 所以到底藍白怎麼合 真的會變藍白脫帽 我們不知道